第三章 要講這個設立學第一定律 設立學第一定律有什麼好講的 大一不是上過了嗎對不對 我們就來看這時候就開始不一樣 第一個呢 我們就要來講第一個 第一個叫configuration walk configuration walk 這個叫做開工 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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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派的官司 主派公 那我常說這個 熱血第一定律之外 通常就是要敗空罵 這叫主派公 主派的主知道嗎 主派公 主派公 主派的主 主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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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熱血都會派這個公 對不對 好敗公 主派公 對不對 configuration walk 主派公 expression walk 叫做好散中 好 好 反正呢 熱血定律就是 啊 五百之間公 就對了 那我們先講什麼叫configuration walk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先來講一件事情 這個configuration 什麼叫configuration呢 主派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物體 它 一開始的時候 處在某一種狀態 比如說某個特地的壓力 特地的體積 或這個溫度 那就是它的主派 比如說 我們上次講嘛 那個 零度C 對不對 一大細壓 零末爾的 分子有 3G的體積 如果是零末爾 就22.4升 如果一千末爾 就是 22.4 地方力 對不對 那就是它的一種主派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講 我們的主派功 會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 我們的功 做功 是在一個可疑的過程中 注意到這個reversible process 那 在這種 在這種reversible process裡頭 我的功是等於 會等於相當於什麼 上次有講過嘛 是 你的intensive的變數 去 乘與什麼呢 你的一些extensive的變數 比如說P乘上B 那這樣所形成的功 就是主派功 所以我們這裡頭定義 我把靠山功擦掉 等一下再拿出來敗 就是這樣 太功 把主派功擦掉 好 所以呢 我們的 來 我們的這個 主派功 它可以寫什麼呢 我們剛剛說 你的intensive的變數 去乘上你的intensive的變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選擇 y x i i i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剛才有很多種 你可以因為溫度 3的變化 你也可以是體積跟壓力的變化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i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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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的1 2 好 所以呢 這個 主派功呢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 視為什麼 你可以把它 這個做工 視為它的變化 是從無窮小 無窮小的變化 因為我們說要 它一定要是一個什麼 準經的狀態 對不對 透過 透過這個intensive 做無窮小的變化 情況下 做工 譬如說 最簡單就是p v 譬如說 因為它是一個intensive的變數 體積 體積越大 它數量就越多 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個 extensive的變數 所以我們在一個 有壓力的情況下 有一個 驅動力的情況下 讓體積發的變化 那它就會做工 所以是intensive的變數 乘以extensive的變數 就是intensive 這個是extensive 一個intensive 只要一個intensive 就是y 乘上dx 它就會相當的做工 那當然p 只是我們最常見的一個 然後我們要跟你講 到底要哪些主態工 在這個裡頭呢 ok 它也對 剛才我講 那為什麼這個 你導致又要稍微加一個bar 這個就是代表 我的功 其實是一個 一個intensive 的differential 它是一個什麼 intensive 的differential 代表它是跟路徑有關的 所以要加這一槓 一定要加這一槓 這個有加跟煤降是差很多的 所以你們在 學熱物園的時候 就比較像服務的 該加一槓 該加一槓 就一定要加一槓 好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基本的一個概念 好 這個推導其實我上次有做過了 好 我們可以很快的步行一下 為什麼這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 intensive v 那 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 我根本不一樣 假設我放一個法碼 對不對 我放一個法碼 它有一個重量m 那如果說我今天 這一個體積啊 這一個 這個圓盤 它有結晶其實a 那我往上 體積膨脹 往上頂 把它往上頂 頂一個g 叫抵s x的話 那它往上施力 它施了某個力f 對不對 乘上抵s 其實有所謂的作風嘛 對不對 好 那我這樣的一個作風 pw 那剛剛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是一個 什麼intensive 跟路徑有關 好 那我們先講我們的作風 等於f x的話 如果我們的力 把它乘上面積 然後呢 補一個面積回來 乘上抵s 好 那 前面這一下 有 就是壓力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壓力 後面這一下 我們面積層上高什麼 點滴嘛 對不對 那只是因為 點滴嘛 所以呢 我們有這樣的說明說 p0其實就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一個作風 就是一個作風 那來一下 假設這個沒有摩擦力 ok 好 所以呢 假設體積膨脹 就表示氣力對它作風 所以你進行做震風 對不對 如果往下沉呢 就是外面對它作風 所以外面對氣力作風 就是做風 所以對氣力來說 它是做復風 好 好 這裡很快 又講過 又拿它講過去 好 好啦 那還有什麼東西是 類似的這種補太光呢 好 我們看一下 首先 第一個 假設我一個這個液體的這個模 比如說吹泡泡有沒有 吹泡泡 泡泡不是這樣子嗎 吹泡泡 對不對 泡泡 對不對 泡泡的這個模 它有表面張力 我們一般用 用什麼來表示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鋼 鋼 對不對 用它很大寫的嘛 對不對 用它來表示 那 它跟什麼呢 面積有關 所以面積越大 你吹它的時候 它不是會變大嗎 對不對 吹泡泡 所以表面積震大 A就是它的什麼 extensive 變速 因為你看得到就是面積變大 對不對 你頭壓力你看不到 它就是intensive 對不對 如果說表面張力你看不到 所以表面張力 層上面積就是它的什麼 光 所以它DW 就等於什麼呢 這個比A 所以表面的泡泡 它也是一種 再來 電解 假設我去做一個 這個電池 去電解東西的時候 我的電動式 Ipsom 其實這個Ipsom 應該這麼寫 你們讀剛才記得 這樣寫 有沒有 對不對 因為這個 這個Watt 打不出來 一色打不出來 你的電動式 乘上電荷 電動式乘上電荷 電動式乘上電荷是什麼 就是能量嘛 對不對 QE 對不對 QE QV QV就是你的什麼 變能 Q乘上V 對不對 上來電子學出來覺得QV很簡單 對不對 U等於QV 超簡單的 對吧 因為U 去除上什麼呢 U 去除上這個Q就是V 或是U除上V等於Q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個也是你的什麼 主態功 也是一種主態功喔 它的主態變化是 變得可以一個人算 所以它是extensive變數 對不對 電動式一樣是一個驅動的 那種 能力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intensive 好 那還有什麼呢 磁 磁 磁能 對不對 磁能 你的B M M就是所謂的 Magn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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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學過嗎 磁偶 磁偶級的總和處理體系 M 叫什麼 Sigma Magnetization Diple Magnetization Diple 用的時候要什麼 磁偶級的用什麼 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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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一堆小M的總和處理體系 就是我的磁化槍柱 M M 小M其實就是一根磁鐵 簡單講就把它當成一根大磁鐵 大磁鐵受到磁場的影響 去轉動 有沒有 就是BDM 就是磁能 所以也一樣 M越大 那是一個Extensive 磁場是一種驅動 對不對 它又是一個Extensive 它一個呢 那磁場可以變長嗎 也可以嘛 對不對 這個 電場乘上 這個Pri-Lation 電極化 Electric-Pri-Lation 你知道是什麼嗎 跟這個併義很像 我的P 併義成什麼 V分之 你的Biple Moment 總和小P 對吧 所以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兩個是一對的 這是另外的 電動式 這是表面 反正看起來長這樣子 就是主太空 當然我們這個熱物理不會講這麼多 大概這些都不會遇到 但是你要知道 這些都主太空 所以我們只好學任何熱物理工事 你們都可以拿來把它套進去使用 我記得後面有一張戲之一 好像會用到 放進這個感覺 那你只好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好 所以就是這個整理啦 你的Extensive變數 這個Intensive的變數呢 怎麼寫 就是這樣子 OK 那我先回去看 好 好啦 那所以呢 我們在 假設來 我們現在回到最原始的這個熱力學 如果是討論Pd這個情況下 那 既然我們說它的這一個 跟路徑有關的話 你怎麼證明它跟路徑有關 那是一個 因你在來的環數啊 我們就來看幾個過程 第一個 我們說這樣 假設在定容過程中 定容的話 Pd的 就是0嗎 對不對 所以定儂過程呢 你的勾 永遠會是0 因為根本沒有體積變化 所以就一定是0 好 再來 等壓的過程 一概過程 其實我們畫這個譜很清楚 PP譜 定型的過程 定型的過程 什麼在定型的過程 你知道我從這個點走到這邊 那PP圖 剛剛講我們的弓 PP圖下的面積就是你的弓 所以這樣子有沒有弓 當然沒有弓嘛 定型嘛對不對 好 反過來 在PP圖下 如果是等壓的過程呢 從這邊走到這邊 我這樣沒有面積喔 對不對 所以我的弓就是什麼 我的弓就是P A-B 這樣 這個 定壓的過程 Isobite Isobite 它不會有體積 再來 等溫過程 等溫過程比較麻煩 等溫過程 這條線 T 對不對 它所遵循的公式是什麼 PB 等溫過程 等於T 對不對 這你們都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的做工是T-Db 那你怎麼知道它下面的面積是多少 它下面的面積 你想要知道面積是不是對它去做體積的積分 從 BA-B-B 對不對 BA-B-B 對不對 好 可是怎麼積分呢 你必須要知道 P 是什麼樣 P跟P的關係是什麼 對不對 那你如果知道P B等於NRT的話 所以P 就會等於B分之NRT 所以整個式就變成什麼 BA 到B 然後呢 B分之NRT B 那既然這個是理想器等溫 這個常數 R是常數 你末數也不變 所以實際上你就是在計什麼 NRT的什麼 B分之B 看到這個就這樣 很高興的對不對 這是什麼 那就是Long嘛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它就是什麼 跟RT 但是Long的話 你就不用客氣啦 對不對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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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 假設我同樣要出一題 對不對 題目的描述完全一樣 都只改了一個字 比如說 它的過程是冷壓 或者是冷溫 甚至還有絕熱 你會算出來的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對不對 那定文一定要記住 因為我如果說定文應該是送溫題 對不對 算都不要算 這個要記住喔 對不對 有時候覺得同學很可憐 最難算是算絕熱 我把絕熱改成定容 那我就不用算了 對吧 他就知道是答在這裡 OK 所以功 它是一個因體界的函數 因為呢 功它不是系統的一個性質 只要是性質的東西 你回到你開始描述設定的狀態 就是這個人會一模一樣 所以我剛剛說 今天27度跟明年這時候的27度 都是27度 溫度就是溫度 剛剛的過程沒有關係 對不對 但是同樣 熱 物 理 學 三 假 對不對 今年的成員跟明年成員一定是不一樣啊 很難說是不是 這樣子就在入境有關了對不對 會有重複啦 但是不保證 百分 應該不會百分 應該不會啊 不會明天怎麼又原班上課 那就直接看影片就好了 對不對 應該不會啦 所以這個班級的成員 雖然這門課頭家是熱物理學 可是紀念跟明天名稱都一樣 可是內容是不一樣的 這樣瞭解意思嗎 好 那我們今天